又各位关注老爷们大家好 这是洛晨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金马战士第三期 离面熟魔兽篇章的剧情 视频的开始前 照例求一波三连 虽然看的人不多 但是想到带大家回忆金马战士的机会 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么几次 还是希望能把它好好给做完的 不留下任何遗憾 那么废话不多说 弹幕上发爷亲回 我们正式开始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了 龙宁一行人打败了西恶巨兽 踏上了寻找第三颗水晶的真诚 煞星得知此事件后 废都气炸 大骂西恶巨兽真的是一个饭桶 准备派出黑白乌魔兽 前去阻拦金马小队的下一步行动 但是我们忠心耿耿的黑白乌魔兽 哪肯做这种事情 他的伟大计划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 于是他偷偷告诉煞星 离面蛇魔兽的弱点 从而实现让煞星把控离面蛇魔兽 有黑白乌魔兽这么忠心的手下 实在是让人太感动了 那么再来看小黎这边 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冷血魔兽 但是为了守护亚奇的母亲 也是受制于煞星的控制 前去阻拦金马小队 而我们的金马小队 则是刚刚化解了食人金兽的危机 其他人都兴高采烈 唯有亚奇与人忧心忡忡 在鲸鱼的带领下 几人登陆了一座满是迷雾的岛屿 继续寻找着水晶的下落 但就在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迷雾中突然浮现了两道声音 伴随着电磁波能量的发出 众人的身形便不受控制 纷纷倒了下去 等亚奇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原本脚下的大地分成了四块 伙伴们也消失不见 老瓜子还嗡嗡的响 而且就在他昏迷之前 好像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在他思索之际 一个全新的魔兽 铁扇背兽崩打了出来 这个魔兽的实力可谓是拉中之拉 就连初级形态的亚虎兽都打不过 白白送了一波惊艳 我们的亚奇也是从魔兽掉落的 汽屋之河中看到了母亲曾经的研究成果 接触这段回忆 我们也能看到亚奇的孤单童年 原来亚奇的母亲是一位超能力兽的顶尖研究人员 因为一直忙于研究疏忽了亚奇的陪伴 所以造成了亚奇的内向和孤独 也是因此他觉得是超能力兽 夺走了他的母亲和童年 所以他对离面蛇魔兽怀恨在心 并对亚虎兽有所隔阂 那么认出母亲研究成果的亚奇 也是很快找到了破解方法 成为了第一个恢复正常的岛屿 话说这个部分离面蛇魔兽是真的放水 之前把大家迷晕的时候 完全有机会痛下杀手 他偏步 现在不仅把大家给隔离开来 免费送经验 还把最弱的怪兽留给了亚奇 他真的是太温柔了 然后把视角转到我们吉修这边 他们这里也是发现了一座 会以金马鸡产生共鸣的大门 破解密码 这可是吉修所擅长的事情 于是他二话不说 便如老僧坐定一般开始破解密码 这一部分的剧情特别迷 敌方河豚魔兽都要打过来了 玄规兽还好心提醒吉修 小心魔兽的攻击 吉修还嫌他烦 不要打扰他破解密码 哎呀你这密码又不会跑掉 但打完魔兽再来破解有什么问题 非得要在战斗的时候破解 这不是犯病是什么 就连看到玄规兽要被打倒 命玄一线的时候脑袋都不回忆下 最后被武马教训的时候还一脸懵逼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武马你打我干什么呀 吉修抬头看看你周围的情况 嗯玄规兽你怎么连条小鱼都搞不定啊 你怎么连条小鱼都搞不定啊 嗯 你这真的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只能说这段剧情人物塑造真的是一塌糊涂 就算吉修最后通过智慧打败了魔兽 恢复了岛屿 前面那些逆天发言 也还是让我对这个角色的好感下了好几个层次 我发现编剧大概是特别讨厌吉修这个角色 一提到吉修的部分就喜欢搞这种脑瘫剧情 只能说有点破坏观感了 再来看美科这边 虽然他们遭遇了爆裂天鹅兽的偷袭 但好在大鹏语兽的反应也是十分迅速 三下五除二便干掉了魔兽 但掉落的汽屋之河却意外的被猪面兽给吸收 上演了一副激情四射的名场面 哦 银雀兽那里不可以 最终咱们的美科也是完成了岛屿的复原 只剩下了龙岩这个寒皮 还在和魔兽比拼着谁的笑话更好笑 他们俩的笑话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尬 别说是我 就连黎面神魔兽也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亲自出手 仅仅刹那间便要杀死龙岩 但就在此时 他看见了亚琪母亲为难的面孔 还是忍住了杀心 乖乖地跟随母亲离开 不得不说我们的小黎真的是太善良了 就在此刻 天空中突然风云变动 小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大声呼唤着不要 但杀心的力量没有丝毫停滞 一把将母亲抓走 便留下许诺 只要他肯亲手杀死亚琪 便把母亲还给你 杀心的招数果然歹毒 一下便直击要害 逼迫黎面神魔兽乖乖就范 再来看重新会合的亚琪二人 龙岩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面对着伙伴的疑问 亚琪也是将自己的往事讲述了出来 原来在他童年的时候 他曾经最好的朋友 黎面神魔兽背叛了他 自私地带走了母亲 只留他一人独自长大 这也是他时至今日一直憎恶着 黎面神魔兽的原因 而我们的龙岩却对此表示了否认 他们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要相信你的母亲 就像相信我们一样 龙岩的话语虽然很温暖 但我们的傲娇亚琪可不会轻易显露出来 哼的一声便转头离开 继续前往约定会合的核电站周边 在这个核电站周边 有个电击魔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当初对于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是全聚少有 被污染之河控制 还能保持一定理智的魔兽 还记得当初他一边流眼泪 一边被迫发动攻击 还劝说着大家快点离开的画面 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更不要说最后的他 也是为了帮助被番茄和魔兽 控制的急修恢复清醒 耗尽了他剩余的能量 选择了自我牺牲 生命的最后 电击兽也给亚琪留下了遗言 嘱托亚琪要相信他的母亲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话未说完电击兽便离开了人世 再也没有了声音 就在众人为电击兽力焚哀痛之时 邪恶的力量再一次靠近 草丛中一道黑影射出了一发毒箭 精准命中了亚琪 我们的亚琪也是当场倒地不起 昏迷了过去 见此情景 伙伴们也是丝毫不敢耽搁 立马背上了亚琪 上伤寻找毒素的解药 龙岩和吉修二人走在前面对付魔兽 美科则留在原地照顾亚琪 没想到正巧这落入了魔兽的陷阱 只见这八角蛇兽放出电光 控制住了还在缆车上的龙岩和吉修二人 又趁机爬过缆身 准备直肩攻击昏迷之中的亚琪 但我们守在一旁的美科可不是吃素的 大鹏羽兽的火力宛如炮台 很快解决掉了八角蛇兽 得到了暂缓毒素的解药 而我们的亚琪也是在梦境之中 一次又一次的和痛苦的回忆作斗争 最终理解了母亲的用心良苦 并且在母亲的鼓励下重新苏醒了过来 大家也是继续出发 前往摩天伦兽的地盘 寻找着毒素的真正解药 我们孤单的摩天伦兽 看到金马小队的到来也是十分高兴 但听闻龙岩一行人是为了解药而来 在黑暗力量的控制下 摩天伦兽也是当场变脸 对于金马小队展开了攻击 为了靠近摩天伦兽 吉修也是撕下了谎言 闷遍摩天伦兽 他们也想玩摩天伦 借此进入了摩天伦内部 大搞破坏 这一部分真的看得特别委屈 明明摩天伦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魔兽 他只是因为受到黑暗力量的控制 从而变得特别极端 但是听到了大伙想要游玩摩天伦的时候 也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热情 主动擦干净身子 非常真诚地想邀请大家来游玩 而吉修最后则是欺骗了他 看着出现这样的剧情 真的有点难过 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但总之就是不希望看到主角小队 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 去战胜这本就善良的魔兽吧 故事的最后 亚奇也是通过自身经历 劝说起了摩天伦兽 在他的一番嘴顿下 摩天伦兽再次升起了 他心底的那一份善良 选择了自我救赎 从而被金马战士打败 可以说从头到尾 他都比较纯粹 这种魔兽留给我的印象 还是比较好的 而在随后的故事中 亚奇也是和我们的小老虎 正式完成了心念合一 亚奇从此放下了隔阂 完全接纳了亚虎兽 这里也是说明一下 金马战士的设定 搭档和主人 能够完全信任对方 并且对方手里 有进化的水晶 便可以完成高级进化 而此时 我们的亚奇和亚虎兽 便走到了这一步 而与之相对的 吉修和玄龟兽两人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再来到黎面神魔兽这边 由于他一次次的失败 受到了煞星的严厉斥责 如果下一次 他依然失败 那么那个女人的性命 将会不保 在母亲 性命的威胁下 黎面神魔兽 也是难得出现了慌乱 一气之下 竟准备亲自出发 炸毁江边核电站 和金马战士 来个同归于尽 听到黎面神魔兽 计划的牛头猪面 可是被吓了个半死 他们一直受苦受累 啥好处也没有 到了现在 居然要和金马战士 一起陪葬 干脆反了算了 说做就做 他们趁着煞星不注意 迅速出发 准备通知金马战士 核电站即将引爆的消息 而此时此刻 我们的金马战士 已经来到了核电站的周边 吉修自信地向大家宣布 目前他们走的是一条 很安全的捷径 丝毫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玄龟兽 因为脱水 已经变得虚弱无比 就算已经这样了 在魔兽 鼠离兽的袭击之时 吉修还让已经是 强弩之魔的玄龟兽 强行参战 让伙伴们先走 这段剧情 真的是意义不明 非常离谱啊 小的时候 觉得亚虎兽特别惨 因为过去了六七十集 亚奇才真正地开始接受它 没想到今天这回头一看 用来玄龟兽才是最惨的 亚奇虽然前面 不能完全接受亚虎兽 但好歹 对于它的搭档 是非常关心的 吉修这人物塑造 说着什么关心玄龟兽 从来都是嘴巴上动动 几乎看不到一次实际行动 而玄龟兽就像舔狗一样 尽心尽力地保护着主人 却没有得到 真正的回忆和关心 到了这种时候 吉修居然还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在那里垂着地板痛哭 我难道真的错了吗 我真的不配当金马战士吗 虽然这可能是子贡相的动画 但是人物的成长过程 属实是有点僵硬了 像亚奇和亚虎兽的磨合与成长 显得是那么的自然 而到了吉修这边 怎么又这么拉胯了呢 而与之相对的 我们的反派牛头和猪面的成长过程 却塑造的异常精彩 从一开始的憨憨模样 勤勤恳恳帮助煞星做坏事 到后来意识到自己只是无关紧要的弃子 选择帮助金马战士 再到现在 意识到自己横竖都是死 不如拼死一搏进入核电站 再帮金马战士一次 成为死得体面的英雄 这种觉悟就特别好 人物的形象不就一下子立起来了吗 虽然是小人物 迫于情形之下加入了邪恶势力 但在正义的大势大飞面前 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能够选择英勇就义 这不就是非常正确的三观塑造 怎么到了吉修这边又塑造不来了呢 感觉编辑的水平就像精神分裂一样的 时好时坏不能理解 说回正题 那么也是到了最终决战的时刻 亚奇愤怒地质问着里面什么兽 为什么不能离开煞星和他们一起去寻找母亲 而里面什么兽则是无奈地回答着亚奇 一旦他选择背叛煞星 母亲就是死路一条 虽然双方是曾经的好友 但由于立场不同 最终还是走向了兵戎相近 金马小队很快对上了里面什么兽 而吉修则是在一旁趁机拆除炸弹 只见小丽一招旋风杀鸡打出 鹰雀兽和炎龙兽的攻击被瞬间瓦解 而我们的亚虎兽也是被打飞了出去 嗯? 刚刚出手的不是鹰雀兽和炎龙兽吗? 咋倒下的是亚虎兽? 那么最后我们的无马也是及时赶到 和金马小队一起 最终战胜了感觉放水的里面蛇魔兽 为什么说这里感觉放水了呢? 因为在回忆里面 小黎是掌握着瞬移的能力的 而在和金马小队的作战中 他一次都没有施展 而且他完全有能力 在金马战时到达之前启动炸弹 而他没有选择那么去做 我估计是里面什么兽开摆了 不想再做出什么抉择 既然总得死一个 干脆把深的机会留给亚奇好了 最后两人的对话也是印证了我的猜想 里面蛇魔兽一直把亚奇当做他最好的朋友 但他也一直嫉妒着亚奇 因为他只是母亲的实验品 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 而亚奇这边却也嫉妒着里面蛇魔兽 因为他的存在 让母亲一直把心思都画在了别人身上 哪怕是亚奇的生日也没有一次忌起 我猜大概就是这种隔阂 让两兄弟最终走向了末路吧 只能说非常可惜 但凡事都没有如果 最终亚奇也是选择放小离一马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莫名有点心酸 那么这边是动画50到76集 里面蛇魔兽篇章的全部故事内容 看看这视频长度吧 真的干了非常久 三连越多更新越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